要请这个家中有幼儿的爸爸妈妈们多加注意了 新北市的104年公立幼儿园的招生简章已经公布了 第三阶段的一般入园资格将在5月24号的时候公布缺额 在5月26号的时候办理登记还有抽签 27号的时候则是办理报道 所以要请这个爸爸妈妈们多加注意了 新北市104学年度公立幼儿园招生简章已公布了 而第三阶段的一般入园资格部分将在5月24号公告缺额 5月26号办理登记抽签并在5月27日报道 这个星期五5月25号的星期日 是我们整个新北市公立幼儿园的一般生的招生 那这个缺额呢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会在5月25号星期五来公布整个新北市的缺额 家长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要请您把握5月25星期日早上8点到12点到你属意的幼儿园 两岁以上至未满3岁的幼儿需经市政府核定才可以招收 新双区共有6所专设幼儿园与17所学校附设幼儿园 也请民众把握机会 新双幼儿园的早期身为托儿所 那其实在幼托久了之后呢 我们的幼儿园已经跟我们的所谓国小附设幼儿园是一样的 我们的师资我们的设备绝对是在水准之上 那这个礼拜5月25号我们的新双幼儿园一样会办理一班生的报名 那也欢迎家长们到我们各个分班去登记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教育局提醒家长应该选择经核定立案的幼儿园就读才有保障 相关资讯可至新北市幼儿教育资源网的立案原所区来查询 用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